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人若是被关起来当猴看 会是种什么铁 这几科幻剧有关动物园伦理 不同位置的人面对同一件事的反应 竟是如此微妙和粉丝 人类的悲欢不能相通 或许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这是个沉闷的午后 铁血汉子博图斯一脸严肃 找到舰长说要请产假 因为他下了磕蛋需要孵化 爱德笑了 像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博图斯说 咱们担心种族就是孵蛋繁殖 21天就能复出小仔 爱德忍不住讲了个鸡蛋的冷笑话 博图斯波兰不惊 爱德自己笑了 像个没人捧场的相声演员 回到控制室 大家也是吃了一斤 多大的蛋从哪里生的 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好奇 科学官艾萨克报告了一条求救信号 有运输舰遭遇了奎尔人的袭击 爱德下令立刻调整航线前去营救 只削几分钟的时间 就找到预袭的运输舰 奇怪的是对面船只在扫描我方 视频接通后 对方舰长表示他们被奎尔人截到 船体受损 需要一些修整的物资 本来就送点物资过去即可 但是对方舰长说 船上刚好有爱德认识的人 他们不是别人 竟然是爱德爹妈 他俩就是搭个顺分船去度假 结果惨遭截到 作为儿子和前任儿媳妇 是该去看看老人家 按照级别排序 他俩走了就是博图斯 但博图斯完蛋去了 那就轮到阿罗拉暂时做领导 阿罗拉表示他没有经验 但谁不是做过才有经验呢 凯莉说救你了 加油 阿罗拉坐在舰长的位置 一股力量涌上心头 小艇上凯莉问爱德 你妈是不是恨死我了 爱德说还好 抱怨了几句而已 凯莉问能在具体点吗 爱德摊牌了 也就一顿饭骂了你46次贱人 小艇对接成功 二人来到一个电梯里 不明所以就瞬间被传送走了 等爱德和凯莉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困在了离婚前 合租的小公寓里 这就有点离谱 难道是回到过去了 爱德尝试转门但没戏 二人只好换身衣服 逆来顺受 女人用食物生成器搞了份甜点 男人拿了瓶酒 闲着也是闲着 有一句没一句聊起了从前 两人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只是因为那次出轨事件 让感情强行终止 爱德在沙发上睡去 一觉醒来 却看见外面过往的外星人 小小的格子里 装着不同的物种 对面的刺头 显然是个老鸟 悠悠介绍道 这里是卡利文族的动物园啊 他们收集了不同的物种 关在这里供游客欣赏 每个人上当的经历差不多 用一个伏标产生全息投影诱饵 他们的科技异常发达 甚至可以扫描你们的记忆 创造出完美的陷阱 模拟你记忆中的一切 等你熟悉了环境 就开始展览 有人在这关了几个月 有人已经关了几十年 爱德表示 这太不道德了 对面的年语人说 在卡利文族的眼里 任何科技不如他们先进的物种 都可以抓过来展览 凯利说 这一点也不奇怪 几百年前的人类 就喜欢把各种动物 关起来欣赏 也没见他们觉得不道德 爱德大声呼喊 但卡利文人毫无波澜 就像人类看动物园里咆哮的狮子 理解别人的苦 有时候并不难 把你换到他的位置 就能感同身受 大船上的众人 目睹眼前的舰船 凭空消失 胀大了嘴巴 好似没见过魔术的小白 埃萨克重新扫描了一下 说刚才那可能是全息投影 并且对面现在 完全侦测不到生命迹象 阿罗拉妹妹彻底慌了 什么叫收不到 他第一反应是冲箱了 正在玩蛋的博图斯 情况紧急过不得敲门 Oh God 博图斯正经为座 说复旦是很私密的事情 阿罗拉表示 船长和大夫被妖怪抓走了 就挺突然的消失在眼前 博图斯心想 这过我不背 现在谁负责找谁去 阿罗拉说他负责不动 有点慌 希望你能出马 但繁郁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博图斯窥然不动 抱歉 孩子是无辜的 我不能走 阿罗拉信心然回去 到房间里叫了杯酒 酒壮人胆 一个深呼吸 有点想吐 大量的心理建设过后 阿罗拉故作镇定的回来 哥登说他可以遥控小艇返航 阿罗拉准了 医生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毫无头绪 但又不想露气 硬着头皮说 把对面那个浮标 牵引过来检查一下 艾萨克公开反对 谁知道那玩意安全不 但阿罗拉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强行命令拉过来看看 牵引光束 把浮标缓缓拉近 艾萨克立刻侦测到 那或核心能量在升高 还没来得及终止牵引 浮标就突然炸了 整个飞船受到波及 骑降舱受损严重 阿罗拉把腿就要跑去看看 但这个时候 你应该留在剑桥指手啊 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习惯的角色是充分 看到受损的船体 阿罗拉忐忑不安 这才做了几分钟领导 就遭遇重大挫折 船体维修起码需要几天时间 好在大部分船员上市不重 阿罗拉把医生拉到一旁密坛 说临时指挥官不能临阵脱逃 但如果医生可以找点理由 证明我无法胜任 那就可以解除我的指挥权 医生果断否决了 你刚才只是恐惧 害怕他们不尊重你 所以无视了艾萨克的建议 你表示自己能掌控局势 希望你总结教训 可以再坚持一下 回到剑桥 艾萨克尝试追踪了 他们被传送走的轨迹 阿罗拉看了看目的地 有点无奈 那是禁区 行事了总部的司令过后 司令也表示不准去 卡利文人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民族 咱们不可以去打扰他们 否则分分钟把你们全都炸了 所以艾德和凯莉 就当是因公殉职 等你们的飞船修好 就赶紧回地球吧 阿罗拉回到剑桥 传达了司令的指示 飞船修好了 现在立刻回地球 艾德的死党戈登 心里戈登一下 不行 再苦再难 咱也得救回船长啊 阿罗拉立刻解除了戈登的职务 还有谁不服 没有的话 就立刻设定坐标 回地球 飞船开启了量子飞行 阿罗拉去找医生寻求慰藉 医生表示 做什么都有代价 救人就有被总部割职的风险 不救 代价就是被船员们鄙视 既然你要做决定 就要承担代价 既不想要风险 也不想承担骂名 哪有这么两全的好事呢 阿罗拉回到餐厅 又要了一杯酒 找到大伙 说自己别无选择 戈登只说了一句 换做舰长 他一定会冒险去救你 不知是酒的作用 还是他变得勇敢了 阿罗拉生气一口气 调转航向 回去救人 终生回到剑桥 艾萨克想了个计划 根据对方浮标的信息 可以利用全息投影 把奥维亚号 包装成对方的战舰 嗯 这就叫 自宜常计议自宜 因为艾萨克的种族 和卡利文一样 是更高的智慧体 所以由他出面 可以大摇大摆地 去参观动物园 找到管理员 尝试商议解决这个事 艾萨克带着阿罗拉 艾萨克说 关在这里的两个人类 是他们动物园的 并且有传染病 希望让他们带回去治疗 管理员脸色一沉 立刻通知下面 打开安乐死系统 房间里开始进行 全方位消杀 他们宁愿杀掉 也不能放过 阿罗拉一听 急了 申请对话 说把人类交给他们 他可以用更宝贵的展览品交换 可以说比展览的人类 丰富上千倍 管理员心动了 立刻敲定了这事 于是艾德和凯莉被放回去 而卡利文的动物园里 更加丰富的人设 更加曲折的情节 超过一万步的资源 足以让文化沙漠 卡利文从此沉沦 人类将动物们赶进铁栅栏 卡利文族 则把人类关在房间里 命运开了个玩笑 让高高在上的人 沦为玩物 他们瞬间透彻 领悟了玩物的心情 也许人类会把 圈养野生动物 解释为保护 可在动物的眼里 这就是囚禁 当艾德被关进了小房间后 尤其能体会 保护和囚禁的区别 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 同一个人会产生 完全不同的想法 整天被夹在身下的屁股 还就是能决定脑袋 不幸可以看看 艾德被抓后 各方的反应 坐在司令的位置上 那是毫不犹豫的放弃救援 作为艾德的死党 那是迫不及待的想救 坐在弹上的伯徒斯 除了孵弹都是小事 作为舰队的医生 那是两遍都不得罪 说了一堆 凡事有风险 记得承担后果之类的话 事情砸了 司令折罚下来 怪不到他 若是舰长回来了 也恨不着他 刚坐上指挥官位置的阿罗拉妹妹 心里七上八下 身边人问了一圈 却牵人牵面 自己的困惑不见反正 谁把谁真的当真 谁又为谁心疼 原来人和人之间的鸿沟 也就是挪挪屁股的事 一切无法理解的人和事 都是因为你没有坐在他的椅子上 这世上哪有什么标准答案 只有不同的屁股而已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